又是我 海踏 啊對了 你們也可以叫我香板 香板是我以前的名字 我以前玩遊戲的名字 還有我 上一次退坑之前 我就叫風行香板 這樣子 你可以叫我海踏 也可以叫我香板 都可以 今天的影片會用雙語廣播 廣東話跟國語 那因為呢 有一些 朋友跟我說 你的影片裡面有的口音 或者是說話的方式 咬字 有時候不正確怪怪的 很抱歉 因為我家庭的原因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 經常在台灣跟香港兩邊 跑 久而久之我就 兩個地方的語言 開始有混亂的情況 導致我 國語跟廣東話都說不好 那我會用雙語廣播 注意一下我會用國語 跟廣東話 來做這一次的影片 那以下內容 會用廣東話講解一下 大家好 Yo 又到我 Louis 的時間 那 你可以叫我海賊 或者叫我雙版 海賊這個字 我最近在Google才知道 原來不是讀海賴是讀海賊 那由於我 家庭的 家庭原故 有些朋友跟我說 你咬字 口音好像怪怪的 對的 家庭原因 我小時候在台灣和香港 兩邊走 搞到 廣東話和國語都 兩頭不到岸 經常咬字 不清晰 口音怪怪的 或者一些用字 又不少 搞到國語 講國語的時候 又搞到廣東話 我也不想的 那 請大家多多包涵 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 二來 我拍片 就不寫稿 之前你見我會寫記事寶 因為那時候 我沒有咪 所以不說話 現在買到咪 盡量都會用咪 講 OK 口音的問題 麻煩大家多多包涵 那今天的影片 會用廣東話和國語 兩個語言來講 我會兩邊混合 這樣說 因為這期 都多了朋友看我的影片 麻煩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的影片主要就是 講Warpaper Engine 因為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以為我做過Warpaper Engine的影片 是教你怎麼去把 真衣的武漿圖 做到會動 那我跟他說 不是的 我是做來給你們下載 你用的 他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 原來有些朋友 還未知道Warpaper Engine 這個軟件 那今天就來講一下 好 那今天的影片主要來講一個工具 叫做Warpaper Engine 那為什麼會聊到Warpaper Engine呢 是原因就來自 之前我做了兩個影片 就是動態桌布嘛 關於真衫的武漿的動態桌布 那有朋友呢 以為我那兩個影片 是拿來教他 如何 用工具 讓自己心愛的武漿 動起來 放在桌布 那我說 欸不是欸 我的原因 只是想說 做好了 讓你下載拿去用而已 沒有說要教你怎麼用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很會 那 另一方面 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 現在做影片呢 沒有在寫稿子的 那 記性發揮 所以有的時候講話 會有 停頓的話 請大家多多包含 讓我思考一下 OK 因為我的腦數也沒有很好 你看到我抽卡片 也要用計算機 有沒有 好 那 酸魚廣播嘛 我們先去Google那邊 搜尋 Stream 進入正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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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去Google 搜尋Stream 有Stream的朋友 就不用 不用搞那麼多事情了 所以說應該很多人都有 我們搜尋Stream Welcome to Stream 按下去 按下去 那 這裡呢 就應該是 登入或者註冊的 那 這裡呢 就應該會顯示登入或者註冊的 那 用這個 好 那有登入 哦 登錄啦 那麼 加入Stream 如果你沒有帳號的話 加入Stream 如果你沒有帳號 加上 加上Stream 那 填上一些個人資料 我去香港 你給我看 選擇第一次的 那 那 登記帳號 OK 登記帳號之後 安裝Stream 登記完帳號 安裝Stream OK OK 那麼 登記好帳號 安裝Stream之後 那 你就會 在 右下角 會看到 什麼 在這裡 Stream 安裝完Stream之後 你會找到 你會找到 Stream的主程式 OK 打開 Stream的 程式 那我們在 商店這邊 在商店這裡 按下去 我們這裡有個搜尋 這裡有個搜尋 對不對 我們輸入 Wallpaper engine 桌布引擎 我們輸入 Wallpaper engine 找這個 Wallpaper engine 按下去 那就會 就會說 Wallpaper engine 是怎麼樣 它壓倒性好頻 它的作用 就是讓你的 Wallpaper看上去 有live的感覺 生動 動態 motion 讓你的桌布 看上去 不會那麼死板 會動 動感 的感覺 可以自由地去選擇 你想要的桌布 讓你的桌布 動起來 然後電視切換 這樣子 好 Wallpaper engine 主要的功能就是 使你這個 場面 會動 動感 motion 看上去 潮 夠潮 夠勁 好看 初頭 沒什麼用的 撞正 有一次 Stream 就搞得了 那我就買來 試試 發現 OK 很多東西玩 有時鐘 有些什麼 音信环形式 有時候 你不知道 打開電腦做什麼 的時候 看看Wallpaper 都OK 不錯 挺好用 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桌布引擎 桌布要動 要幹嘛呢 你又不會常常看著桌布 有沒有 有一次 Stream搞 特銷活動 那 很便宜 我就買下來 買下來發現 顛覆了我的三關 還不錯 有的時候 你 放空的時候 有沒有 不曉得要幹嘛 聽音樂 那看著桌布發呆 心情 還蠻好的 其實也 算不錯啦 在 無聊的人生裡面 增添一份 這個 哔哩巴拉 我不知道怎麼講 OK 好 那我們 拉下去 30塊港幣 那 應該 100多台幣吧 這城市 13.5 我忘記了 三場門攻擊 加進口馬車 那 哔哩巴拉 給完錢 那就用得了 加多高護車 刷卡 付費 好 那就可以用了 購買了之後呢 那 其實Stream這個平台 又不止這些 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黑色沙漠 有很多遊戲可以買 Stream有很多遊戲可以買 我買了黑色沙漠 我還沒玩 免費單納給他 Wall Paypal Engine 其他人我就沒買了 空 我很窮 所以我只有買黑色沙漠 跟Wall Paypal Engine 沒辦法 好 那 你買下來的遊戲 他就會放在收藏库這邊 Wall Paypal Engine 那你安裝 你 購買了之後你要安裝 安裝完之後呢 右下角呢 會有一個Wall Paypal Engine 的icon 買完 那當然要安裝 安裝完之後 右下角會有一個Wall Paypal Engine 在那裡 我們就RUN它 RUN它 我們跑它 好 這個關掉 那這個就是Wall Paypal Engine 的介面 這個損 這個資料角 我不會給你們看 好 那 Wall Paypal Engine Wall Paypal Engine 的 介面大概就這個樣子 使用非常簡單 首先 工作坊這裡 你可以找到其他用家分享的桌布 工作坊這裡可以找到其他用家 他們share的Wall Paypal 有些是他們自己自製的 有些可能download回來 跟著再share的 那這邊有一個 這邊是搜尋嘛 那這邊就是你可以 就是 定一些規則 你要找什麼樣 什麼類型的桌布 啊 篩選 你會選你想要什麼類型的Wall Paypal 音訊回應式 嗯 類型啦 啊 啊 副導主 普通 限制主 限制主 大家都懂的 限制 限制級18禁 那我當然是剩下了 成年人 好 然後 解釋度 哦 那 超寬的螢幕啊 雙螢幕顯示器 雙螢幕顯示器 指向 啊 那有些人 會把螢幕打直擺的 那他們就會找這個直向了 啊 有的人會把螢幕 放直的 啊 看股票啊 放直的 或者是有人做直播 放直的方便看觀眾的留言 那他們就會選指向 那 我不管 我全部都要 有沒有小朋友才做選擇 OK 那 啊 音訊回應式呢 它會有 一個效果 就是你聽歌的時候 它會有 哦 看看有沒有這種 啊 對 這樣子 咦 這個 啊 那它聽歌的時候呢 會像這個圖一樣 它會跟隨那個 音樂 去擺動 這樣子 那那一種的就是叫做音訊回應式 音訊回應式 音訊回應式 啊 會跟隨那個音訊回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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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一些 no copyright 等下又被別人說我侵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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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停止了 就不動了對不對 動起來 嗯 好 那這種就是音訊回應式 音訊回應式 會跟隨你 部機播放的音樂 會產生一個回應的 啊 好 我剛才想起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隨便忘記了 好 那然後 回歸正傳 那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做了登山的動態桌布嘛 好 好 那要怎麼去使用 下載呢 你可以透過我這個連結 如果你想有這個我非法 你會透過我的影片的這個連結 要或者 在工作坊那裡 你可以按連結或者工作坊這裡找 正三國打仗 就可以找到我所製作者 兩個桌布 好 那怎麼用呢 比如說這個 我們就 按 訂閱 那它下載完畢之後才會套用 好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 不一定 要在這邊按連結 這邊按連結的話 它會到 Stream這邊 你在這裡按訂閱 也可以 好 自己喜歡就好 OK 那其他的桌布也都是這樣子使用 如果你說有其他很好看的 也是一樣 按訂閱 這樣子 那 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是 有一些桌布啊 它可能會自帶音效 我先把這個 卡掉 那這邊 留意一下 有些Wallpaper 你訂閱了之後 它會自帶一些音樂 音效 那如果你不想那些音效 你可以在這裡 設定這裡 按那個桌布 設定這裡 音量 關掉 有一些桌布 它會自帶音效 不想要的話 要在這邊設定 把音量關掉 OK 那如果你說L 不要哪一個桌布 我也都不要有聲音 那我們可以在這裡按設定 一般 拉下去 這裡有 音訊輸出 你不想要有聲的 之後下載Wallpaper 你也不想要有聲的 按設定 拉下來有個音訊 把音訊輸出這個Tick 按走它 確定 打高取消 然後按確定 你就看到 你在一般的設定中停用了 音訊 那以後你下載 隨便一款桌布 如果它有音樂的話 它都會自動幫你關掉 好厲害 棒棒 那你選擇這個設定之後 你之後所下載的所有Wallpaper 如果它本身有聲的 它都會幫你關掉它 好 那你都可以在空白的地方 為你的Wallpaper 去建立一個 Folder 新增Folder 你可以為你的桌布分類 右鍵 新增一個資料夾 然後 那把它們拖進去 那你就可以 把你的桌布分類 有一些不想讓別人看到的桌布 你就可以放在秘密的資料夾 像我一樣 好 你會幫幾個Wallpaper 放進去 好 OK 那麼 這個 這一個 這一款桌布 那因為它的圓圖是直立式的 所以呢 你下載回來之後呢 它的位置會變 這樣 頭不見了 只剩下胸部 你要看胸部也可以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透過右邊的選項這邊 給它調位置調上去 那如果你說 我想要 整張都看到 那你可以在對齊這邊呢 選擇置中 啊 位置 可以調上下 如果你想整張都看到呢 你可以按自中 啊 也可以按自由調整 都可以按自由調整 那我自己會調大小 所以有幾大幾小啊 橫冰個位啊 橫冰個位啊 那麼 停門就不要啦 停 那個 眼鏡啊 延長這個就不要了 這個會整個會變形 啊 填滿 覆蓋 這些都可以看自己喜歡 啊 位置這邊自己調 或者是翻轉 左右呼喚 左右呼喚 啊 很自由的 自己 跟回自己喜歡的去調整 那 啊 如果你這個螢幕是直立的 就好一點啦 因為直立會比較適用於 這一張我被爬的 那左邊這個箱板是我的 火水人 啊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這邊有個箱板 是我的輔助音 希望大家比較介意 那上面有一個顯示器 上面有一個顯示器的設定 那你可以選擇 如果你有三個螢幕 四個螢幕 兩個螢幕 你可以選擇把這個 座布顯示在哪一個螢幕上面 啊 如果你有兩個 或者三個 以上 的螢幕 你可以設定這個 Wallpaper 你要在哪一個螢幕上 啊 啊 好自由的 OK 那 我之後會繼續 去製作 真衣 其他武漢的Wallpaper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 適合橫向的螢幕使用 啊 那如果你有 想要製作的 動態著迫 有些圖 你喜歡的 想要它動的 那你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看一下 嘗試幫你改造它 啊 Wallpaper Engine 影片的部分就說到這邊啊 如果你有 那 真衫 啊對了 真衫的 這樣做布 我會繼續做下去 那 希望可以找到 橫向 的素材 那如果你有 辦法去組合 或者是你有 喜歡的圖片 想要製作成動態的話 歡迎你留言給我知道 那我會 盡量 幫你去製作 OK 好 那我是香板 我叫Louis 大家 走投 晚安